大家好,我是队影,今天接着我们的缺荒零二,欢迎在一起来一起版的比赛解说啊,这场比赛再来,自己占天成和肖神拳,没错,占天成终于复出了,今天的复出开场就打三问,开场的选用克拉克,很久不完,手是不是生了呢? 我们看克拉克开场就跑抓了一手,抓到先机十分漂亮,其实肖神拳现在熟练度应该是高于占天成了,因为他太久不玩了,哎,看肖神拳一个中拳却认,但是肖神拳也失误了,伴随着一波失误,占天成能不能压过去,相当又开始一个游斗装神, 哎,都没有一个大的破绽,大的连招,哦,被克拉克怼到一手,接避杂技带走,一波先人之路啊,现在来到肖神拳下一个角色,没想到肖神拳开场就有点不胜,不胜被摔,现在看肖神拳的罗伯特,快腿罗呀,功夫全部在腿上,哎,克拉克稳住不浪,想抓一个BC,但是还是被罗伯特的一个BC连给打中了,现在胜龙取消一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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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我从BC来一套带走战天城啊,看那个吊血量应该问题不大,再吸一下,哎呀,哎呀,还想闪身,战人已经躲不过最后一击了,司令卡战天城下一个角色,战天城的镇原寨,战天城的手感应该是还没有来,哦,对手一个反射的飞翔角,但是还是被顶了,看罗伯特起身之后又被镇原寨打到镇原寨的BC也失误了,没有衔寂好,他既然这个收敛度真的是不行了, 拳皇必须是要对每天玩才可以啊,就像开车一样,你一段时间不开,那你的手链都肯定下降,现在罗伯特的又开始了,嗯,嗯,神龙必杀,上,战天城如果想恢复到以前的手感,估计还是需要一段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罗伯特啊,嗯哼,进攻,拨一下,战元战你看,根本就抓不住什么连招啊,就这么没了,现在你看战天城下一个, 这个最后,也是最后一个角色啊,看他的小猴子,小猴子能扛住狂攻吗,哎,猴子直接开脑,哎,罗伯特一脚BC,这又上去了,今天应该是战天肖成拳的一个秀场,秀他的快腿,哇,连续的斩裂腿,然后再吸一个斩裂腿,最后接入必杀技,没有接必杀技,哎呀,猴子挠了个必杀,猴子这个挠不漂亮了,其实罗伯特刚才不如用必杀,手底啊, 必杀手底这一局就可以宣告结束了,现在来看萧生拳最后一个角色,萧生拳的K49,我们也是号称无功手,哦,开BC,烧,压过去,好的起飞之后,能不能再抓一套必杀技啊,来看一看,想用飞翔角的反身位,然后带入一个两点必杀,但是谈何容易,这一招萧生拳已经猜到了,下面看下一局,好,下一局,战天城继续, 三稳随机啊,看这一场随机到了一个没赢过的丽梅,但是这一局,战天城有独卡,我们非常喜欢的卢卡尔啊,很带劲在令尔里面,哦,手刀取消,这就开始了,手刀取消,手刀,两个手刀,最后要不要接一个空中大V,哦,一套带走,又是一套带走啊,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味道,接着来到战天城下一个丽梅, 看来战天城真的是扛不住了,哦,又被手刀刀了,一空中一发大V,又掉了7%的血,暴走,小陈全是让了啊,这天,准备暴走战天城了,哦,直接杀到战天城最后一个卢卡尔,战天城还是没有什么手段,没有什么节奏,再来看他卢卡尔,卢卡尔开闪轰了一发,卡塞瓦暴走,暴走以后,哎呀,没有躲过去, 刚才不如直接应对了,暴走以后,随着看萧春全的麦卓,这一下是社长打秘书吧,哦,剪刀脚开BC,看来战天城对这个卢卡尔的熟练度还是很高,抵杀战也没欲诈,后面萧春全剩一点点血,哎,战天城,十拿九稳了,用卢卡尔, 卢卡尔的伤害好像又加了那么点点啊,比之前强那么一点点,后面迈着我勾腿,勾腿,哎呀,你来我一个跳轻腿,可能用拳脚封他,哎呀,对,就等你跳了,接着来看萧春全最后一个角色了,卢卡尔在手,天下我有,好,现在来看萧春全的威斯, 卢卡快速清腿逆向,打BC,剪刀脚取消,接班运,本边直接轰炸,萧春全,哎呀,萧春全突然来一个空中屠杀,你跳我就屠杀,看后面连动手哥,你来我再来一个屠杀,看你还敢不敢来了,萧春全拿到了第二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局啊,看萧春全今天能不能剃头战天城,哎,战天城这一局克里斯雷蒙还有小有力,看这一局的操作怎么样啊, 开场一个闪电梯,萧春全依然占据一个主动的优势,但是雷蒙的小青手倒是很浪啊,小青手连掏,EC被他抓过来,接必杀,这一套其实比较像拳皇十四里面那一套啊,大破战是压你像,压起身,香二米要不要和他赌一命,在好久不赌命的战天城市会不会新血来潮和香二米赌命呢,看他没有赌命的准备,避雷真赌命一般都是被批的,被批倒, 现在看萧春全的温妮莎 温妮莎快速用重拳抢了一招,开极了好几好几好几 哦,中间三次快拳再打打打,中间是误了,这一套还是比较难找手感的 温妮莎又抢一套,继续打打打 板边开启循环操作了 一套带走问题不大 好的,先来看战天城下一个角色 战天城表示,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熟练度确实增强很多 第三个回合,看战天城克里斯 现在战天城心情应该是比较胶着 比较有危机感 自己太久不打了,这下要被超过了 克里斯一杯C开过去 后抓,然后再来一套 但仍然带不走吧 如果接上超杀的话,也问题不大 可以带走 超,诶,接了个普通大招 也带走了 现在看肖成全下一个角色 来看肖成全的大门 大门出手 比卢卡尔感觉还有猛的大门 大门现在开始了 诶,克里斯突然一个滑蝉 大门跑抓天地反 落地跳过 接抓一下 后面大门再跑跑过去 哎呀,没有抢过 又被克里斯给点到了 点到之后跳地压住 然后BC划铲开BC中间再来个取消 逃 试图一气合成拿掉大门 但是他没有成功 大门不动如扇 就是那么的稳 接着来到战天城的友力 友力姐姐 头上腹跟 好,地跳走一发 友力空投完事之后 大门后面头上腹再跟 跑过来一手踢地反 哎呀 哎呀,友力跳地 接住BC开了 隐藏打着伤 没想到用隐藏 做了个翻盘呢 大门有点不慎 战天城的手感 是不是恢复了呢 我们接着看下一支 现在比分一比二 战天城能不能把比分拉平呢 来看他用玛丽 做了个手法 哎,肖成全的K 看来现在截斗 确实起来了一点点啊 圣龙BC 哎 K开始了 连踢火球 圣龙应怼 再应怼 截比杀再入 漂亮 一套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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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轰 掉血已经可以的 这一套 哎,又被火球踢飞 但是圣龙打空 刚才那个踢飞的话 踢的打点不够高 玛丽跟他一个玫瑰之后 肖成全表示 已经掉了战管血 哎 K一个滑铲冲出 BC想开 中断 玛丽朝飘量 结束 现在看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 来看战天城的八神出手 这个红一八神啊 比较帅气 哎 葵花BC开 抓八正女 带走 一旦选出来 自己比较熟的角色 其实战天城还是可以的 手感都是在 在熟知记忆啊 即便是歇个几天 这种特别熟的角色 也是不会忘记的 熟练度依然在 葵花BC开 抓 开始了 开始了 八神 考考考 抓 中间中断了 中间招式断掉了 连抓谢风可能会把龙儿给一套抓掉 哎 中间又一个 哇 这是一尾连 八神的尾连 两次断招 萧承拳都中招了 接着看萧承拳最后一个角色 萧承拳太大意了 没有闪 现在看萧承拳最后一个角色如何接招 现在来看萧承拳的克拉克 哎 克拉克稳住 八神跳飞破防 扩一花BC 抓 又是这个连抓 中间还会不会再断招了 来看这个八神 哎呀 中间又断招了 这招还挺受用 说啊 又一个谢风跑不掉了 萧承拳 哇 考考考 抓谢风 中手八之女 崩柴华带走 没有崩柴华的机会了 已经 战天成把必分拉平 好的 下面双锋还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的话 战天成看随机都是谁 萧承拳用谁做应对 他有库拉和K萧承拳 把这两对 把这一对冤家给选出来了 再看战天成的马克西马 能不能趁势 来一个森林杀 压住起身 好 防住一手 K继续防下来 大招空了 K抓到这个机会开启应对模式 生龙取消 哎 踢火球 三次火球之后再一个生龙打高 哎呀 隐藏没有控住 好 失误 马克西马再来一发隐藏 终于中了 崩他一下 带走 从空中而降的大火球啊 现在来到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 萧承拳的库拉出手 哎 库拉反射位点BC 转腿踢兵 秒掉 因为这个版本的库拉 有秒杀的能力啊 所以说能选到库拉呢 绝对是运气超好 比BOSS还要猛 接着看战舰城的 微普 再见 一个不讲武的年轻人啊 比武他带手枪 还带PBM 现在他就开始BC了 另一步的闪电边 狂抽库拉 勾过来 现在已经抽到了17连边 18连边 19连边 但是中间没有接大招 你看库拉该如何接招 哎 库拉一个BC要秒掉了 应该是秒了 哇 很变态的库拉哎 战廷城想战事这个库拉 不容易啊 库拉只需要一个机会 就可以秒杀 下一局看战廷城的雷蒙 哎 库拉是连点子的小青角 雷蒙防住一手 圣龙开兵 又完了 又要秒掉了 直接大招秒杀 哎 差一点 差一点啊 但是已经不行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这段视频 我们不用这边 这边 comparable 去看战廷啊 对我们的 太勉装了 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